好我们来讨论1.3b的这个完全平方式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是这样 就是前加后的完全平方 等于前平方加二前后加后平方 这个是有点缩短的 我的背法是前加后的完全平方 就等于前平方加两个前层后加后平方 我用两个前层后 我有念那个层出来了 这个你看下你习惯用哪一个的公式的来去背 总之要注意有这个两个前层后 千万不要像郑宇这个做法 你每一次如果就写两项写两项的话呢 你到高中会会非常吃亏 我知道国中他们有很多老师呢 就教这样子的一个展开 就是x乘x得到x平方 x乘6得到6x 6乘x得到6x 6乘6等于36 然后呢过后呢再把中间两项加起来 就会得到12x 所以是x平方加12x加36 这个已经变成了公式 换句话就是说 它已经是允许你去跳舞了 我们编课程会之所以会这样子编 之所以会把这个公式交给大家 就是要大家去跳这个步骤 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经常的出现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展开 你自己看啊 我们这样子展开的话 是个步骤 如果我可以用公式的话 其实背熟的公式 你连那个跨幅也不需要 你直接的把最后一项呢 直接的跳掉了 是非常的有用的 OK 所以千万不要嫌麻烦 觉得说 老师我不喜欢背这个公式 你最后是归生的自己 OK 我是先这样子来撂下这句话 OK 我们来看下第二题了 前减后的话呢 它的完全平方 就是前平方一 还是平方还是一 减去两个前称后 2乘3a 就是得到6a 过后呢 再加上后平方 3a的完全平方 339a要去平方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不要写这个 即使你要写 应该也不是加 应该是成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 没有必要写 因为这个是 除非你是要做展开 你才写两个 对吧 你除非你要写展开 当然我们已经是 不鼓励大家做展开的 你去做展开 你又要写两次 你又要再展开 然后你又要再合起来 你几乎呢 会多我两个就 就大概是这样 这个Melissa 虽然他 他有写这个步骤 但是还是会少 还是会少一个步骤 对吧 他是两个 你这个要做三个 所以其实呢 就是要善用那个东西 这样这个Melissa呢 是做前平方 加两个前称后 再加后平方 他把那个公式写一遍 过后再展开 3的平方9 x的平方 x平方 2×3 6×7 7×6 42 x一个 y一个 7的平方 49 y又取平方 所以这个就会是 他的完全平方 OK 非常好 这一题 也是一样 机身也是写两遍 其实这个步骤呢 就是做展开的 展开的话呢 又错在哪里呢 就是负y乘负y 应该是正的y平方 如果你做我的方法 是前平方 二的平方 二分之一的平方 得到四分之一 x平方 减去两个前称后 二乘二分之一刚好 就会越掉 x乘 y 就会他总减下 这个1就不要写了 然后我们有规则的 就是如果你的系数是1 我们是不写的 你写吧 那是错了 虽然理论上 不算错了 不过呢 他是一个 我们在程序上来讲 他的这个规定上来讲 其实是可以扣分的 然后呢 就是后平方 就是外平方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理论上 如果你不做展开的话 你是讲做 你先抽负出来 ok 然后呢 负取平方 就会得到正 所以换言之 他其实就会是 4x加5y的完全平方而已 所以你做呢 应该是前平方 446x平方 加上两个前称后 两个前称后 248 85 40 一个x 一个y 过后呢 后平方是525y平方 所以这边应该是假的 我不晓得是哪里弄错的 那 这里应该是 这两个应该也是 再来这个前平方 x平方的平方是四次方 所以这个我好像 这个是要注意的 平方的平方 是四次方 所以是前平方 是x平方的平方 ok 变成四次方 两个前称后 我们有2乘负8 得到负16 然后呢 x平方是前面的 然后写在后面 ok 所以这里也是四次方 减去16x平方 加上8的平方 64 所以猜一点点 猜一点点 这边要注意哦 他会是平方的平方 40 再来这个前平方 这个Nelisa做的是非常完整的啦 只是说他在这一项呢就忘记越减 对吧 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加一加后平方 这个9跟3其实可以越减越3 3 2得到6 所以他应该是6xy的 ok 9981x平方 没有问题 6xy你要越减 没有越得是错的 又来一个 就是你的一个问题啊 常常出现的3分之1的平方 你跑去乘2 减2再分之 他是3分之1乘3分之1 3 3得9 所以是9分之1 注意啦 这个已经是 不是第一次做错了 做错了好几遍啊 Nelisa要注意了 ok so这一题 也是很典型的 只是套公式而已 你的前向是7a平方 你的后向是3b平方 我们套这个公式 前平方 749a40方 加上两个前称后 7 3 21 你忘记乘2 他是两个前称后 这个应该是42a平方 b平方是对的 过后呢 后平方3399b 平方的平方四字方 ok 差一点 差一点 你再练手一点 就是你可能跳步跳太快 我个人建计说 我个人建议说刚刚开始你先不要跳 刚刚开始做练习你先不要跳那么多 你先去练手来之后 像本尼莎这样子先写好来 后后呢你才学习那个跳步来 ok 然后再加油 ok 然后呢 当然你的公式要背手来 第九题 如果你根据课本的做法的话呢 他其实是把前面x加y当做是前向 然后呢 把2z当做是后向 他带两次公式 当然如果你学会这个公式的话 他是前加中加后的平方 会得到前平方加中的平方 加后平方 加上两个前称中 加上两个中称后 加上两个前称后 如果你会学这个的话 我今天我就演示这个做法 就会比较快 因为我很懒惰 这个其实也是不常出现的 前平方加中平方 加后平方 224z平方 加上两个前称 中是2xy 加上两个中称后 224yz 加上两个前称后 224xz 这个就一步就做到了 ok 再来看这个 如果我用回刚才的公式来讲 前平方 4a平方 加上中的平方 b平方 加上后的平方 4c平方 两个前称中 是负 4ab 两个中称后 负数得正 4bc 再加上 再减去 前称后 22448 8ac 大概是这样吧 这个我也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这个展开 如果你要 练习的话 你可以去练习一下 把它拆成 a2a-b-2c 就是说把这个当作是前向 这个当作是后向 然后呢 套两次 分析 你看就可以做到 alright 第11题 996的完全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1000-4的完全平方 前平方减去 这个注意是减的话 两个前称中 再加上后平方 4个平方 4416 你用跑去乘2 你看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犯错了 好多次了 刚才还要1000乘1000得到2000 1000乘1000得到100万 总共六个零 OK 4288乘1000得到8000 所以100万减8 应该在这个位置 你就会得到992 对不对 再加16 所以是016 992016 就是008就错了 OK 992016 你不相信的话 你看我看一下 这个计算简单 你看996平方 如果你是做那个 直视的乘法 你应该是要列三行 而且那个数据也是蛮复杂 加的时候还怕加错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整个的减法 是减化了 减化了 它用100万减8000再加16 这个加减法的是非常 简单的 加减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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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